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李大使 我们林祖祥居士 谢谢大家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因为平时我是在广播里 在电台 在话筒前 所以我也看不见大家 这回能够特别近距离地和大家面对面 我特别的高兴 以前知道他很会照相 尤其是最近看他拍的那张照片 那个法国聪明猫 然后我知道台湾佛摩萨岛很漂亮 那张照片真的拍的真的是很经典 而且还得奖 那我们从这个李大使的这个 原来他还会演不代 人生破壁是海上的暴露 哦 继续唱下去啊 怎么看那么多人就唱不出来 还有啦 三分天做定 七分口八拼 爱拼 爱吃会会贏 呼呼 鼓掌鼓掌鼓掌 哇 太阳 我真的很高兴 你终于台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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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 水源 那会提到这个的话呢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从 这个 东方看西方 事实上呢 刚刚我们 总助辞也提到了 从东方看西方 从西方看东方 其实上是一回事 那如果我们在利用各种 我们现在呢 喝的是台湾的高山 加阿里山的高山洞 鼓掌鼓掌 那我特别呢 今天来的时候呢 我想我要用什么方式 能够从这个 饮茶 也是一种文化当中 来看东西方的这个焦点 那刚刚我们主强秀已经提到 这个文化呢 它的功能是表示说 你以前有的这些都是最完美的 其实文化没有完美这回事 它是不断融入社会 包括公益 包括医疗 包括国际救援 这个呢就是大碍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 我广告一下 大家其实我不广告 但是我会感谢新年大师 他那种凶 尤其在二三十年前 十几年前 在台湾提倡跟 他把这个外交啊 真的十八百五亿 所有的 不管从文化 从雅维隆的音乐 包括你说不带戏 包括从 你都可以切入到 这就是一个沟通 这就是一个交流 而我们林祖祥居士呢 他是非常细心的人 我常常觉得 他可以从很多的 这个不同的事情里面 他可以找到的这个逻辑性 而且呢 这个心服 而且非常敬佩 那么我延伸你刚刚所提出来的 文化的强势 跟文化拓展 文化交流的现实面 我们今天面对的全球化 没有一个国家 可以避开全球化 带来的冲击 这个冲击可以是正面的 可以是负面的 那相对的话 也因为这样的 让刚刚祖祥说 所讲的东方的文化 找到自己的战役 我们在海地工作的时候 我们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当我告诉他们说 我是从巴黎工作 调到海地来的时候呢 他们有两个看法 一个看法就是 哇 你老兄 肯定是在巴黎犯了什么 对 巴黎三大 对 巴黎三大学院 巴黎三大的时候 有一个 有佛化活动 您 开场的时候 用布袋戏开场 当时现在的 整个大学人 经常会提到您 而且都知道您了 这个很有名在法国 那么我想知道 您什么时候 给我们也演出一场布袋戏 提出这个问题 什么事要演 很简单 演布袋戏 布袋戏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天天你我都在演布袋戏 这是文化 文化我刚刚讲过 就是生活各项经验的累积 那文化呢 它觉得是一个媒介 它觉得是一个沟通 它觉得是 但是它的作品 是令人非常的感动 这一趟 它去Udisco 只有1500人 让一般普罗大众 有机会看它的表演吗 这样可以吧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